哈喽大家好,我是茶茶 很多人询问该怎么用铺铁锅煮饭不烧焦 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煮饭的技巧 我会建议大家洗米的时候 用这样的不锈钢漏网来洗米 这样会比较方便 今天我用300克的白米来示范煮饭 大概是两杯的奶浪 清洗第一遍的时候尽量要快一点 因为第一遍的水是比较脏的 手像猫爪一样轻轻的搓洗 然后把网栏拿起来换掉盆子里的水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遍的水是偏黄的 接着再倒入第二遍清水来清洗 网栏稍微的举起来 同样的手跟猫爪一样轻轻的搓洗米粒 然后再把脏水倒掉 你可以把洗米水拿去浇花或者洗马桶都可以 接着来清洗第三遍 第三遍的洗米水就会干净很多 洗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这时候的水是饭透明的 洗到这个程度煮出来的饭才会好吃哦 最后一遍我会用饮用水来浸泡米粒 泡米的用意主要是为了让米粒可以先吸饱水分 这样在煮饭的时候米粒的熟度跟饱水度都会一致 泡米的时间大约是20到30分钟 不泡米也是可以的煮的时候水量就多一些些 但是煮起来的口感有泡米的话还是比较好吃的 今天我用这样款式的铸铁锅来煮饭 这种铸铁锅有两个锅盖 多一个内盖可以防止煮饭的时候铺锅 非常适合煮饭用 当米饭煮好之后锅盖上的水蒸气会慢慢的滴下来 回到米粒上 有了这个内盖就可以防止外锅盖上的水珠滴回到米粒上 而且保温性会更好 没有这样的铸铁锅也没有关系 你也可以用这样厚底煮造的不粘锅来煮饭 煮饭用的锅子厚底是必要的 不然煮饭会不好吃哦 这款不粘锅煮饭的时间大约是15分钟 晚火焖10分钟 洗米跟泡米的方式都一样 好了,现在米已经泡30分钟了 看起来长大许多 今天我用最普通的卡式瓦斯炉来吃饭 因为锅子比较小,必须要放一个这样的小锅炉架 这样在烹煮的时候,锅子才不会东倒西歪 这个炉架有一个好处就是导热更均匀 也可以避免火苗直接烧到锅底 现在把米彻底的沥干水分 如果米没有沥干,残留太多水 这样煮饭的水量就不准了 锅子里加入一点橄榄油或者椰子油 把沥干的米直接的放到锅子里 煮饭的水量比例是1比1 如果你用高汤煮,水量也是1比1 锅子仰晃一下,让米粒跟水平均一点 接着先盖上内盖,再盖上外盖 开中火加热 这边可以清楚看到 我的火苗跟锅子是有一点距离的 如果你的瓦斯炉本身炉架就比较低 那在煮饭或者炖汤的时候就比较容易烧焦 差不多加热几分钟之后,可以开盖看一下状况 目前是还没有滚的状态 如果你担心会粘锅,可以用一根汤匙搅拌一下 大概看到锅边液体开始滚的状态就可以转小火了 这时候赶紧的盖上内盖跟外盖 用像这样米粒般的火力来烹调 如果你的瓦斯炉火太大又没有小锅炉架的话 就很容易烧焦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煮饭容易烧焦的原因 出铁锅煮饭的时间大概是8分半到9分钟 时间到关火 关火之后不要马上开盖 要先让饭焖10分钟 担心小锅炉架会聚热 可以煮好之后从瓦斯炉上拿下来 像这样放着10-12分钟之后再开盖 出铁锅煮完之后锅子会非常热 切记一定要戴手套才能开盖哦 哇,热吞吞香吞吞的米饭煮好了哦 刚煮好的米饭看起来粒粒分明的样子 赶紧用饭勺送一下饭 因为锅子口径比较小 我会从旁边慢慢的把饭挖上来散热 不免把米粒都挖破了 这边给大家看一下锅底的状况 煮好之后的米饭呢,锅底是没有烧焦的哦 有了好吃的米饭不管做什么料理都会变得更加的好吃 就算简单捏一个饭团都超好吃 像这样把热热的白饭放在掌心 双手像这样捏合就可以捏出三角形的饭团啦 有关捏饭团的详细方法可以看我烟嫩浆的那一集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分享,记得帮我点赞跟订阅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